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13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为了能和北南族共创具有特色的部落旅游新模式 同时也推广部落乐舞 交通部观光局花东重谷风景区管理处 特别和台东的夏冰浪部落合作 从即日起一直到11月30号 每两周的周末都会在北南游客中心 进行精彩的活动表演 而现场也会提供多个部落的手作DIY游城 众管处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丰富的北南文化 部落青年带来精彩的歌唱表演 让现场的民众沉浸在乐团的好歌声里头 众管处为了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北南文化 经过半年多的讨论北南乡下冰浪部落共同合作 举办当我们聚在一起北南游客中心乐舞表演系列活动 从现在起每隔两个周末就会在北南游客中心带来精彩的表演 今天7月13号是我们众谷处北南游客中心 邀请我们当地北南传统乐舞一系列比赛 这个乐舞表演的开始那将近从7月13号到11月30号 总共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有12天的上下午 我们会邀请我们当地的巴尔拉邦红黄的一个乐舞来表演 那因为我们这个游客中心刚好在台九县193跟台九丙县的重要的节点 所以从南回来到我们台东一定会经过我们这个游客中心 也欢迎各位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来台东从事夏季暑期的活动的时候 经过这边能够进来参观我们北南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些文化跟历史活动 地主北南乡长则表示 希望借由活动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北南文化 同时带动地方商机 台东是有一个铁道村 那北南乡其实这个地方我们来发展的话 我相信会比铁道村还更丰富还更好 所以这个处长我们可以好好来思考一下 是不是可以让这样一个活动可以常态性的 不如不只把我们原住民的歌谣带进来 也把我们的传统把我们的文化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展现给各族群 来自于各地方的游客到这边来欣赏我们了解我们 欢迎所有对原住民文化有兴趣的民众 不妨可以抽空到北南游客中心 欣赏精彩的乐舞表演 同时也可以实际动手体验DIY的游城 记者陈继麟 北南相报导